2021年6月17日星期四 你好 欢迎收看广民新闻通 备受瞩目的马来统治者会议昨天举行 而国家王公总管大臣拿督阿莫·法迪尔 在会议结束后说 陛下劝愈政府尽快召开国会会议 以便国会议员能够辩论与紧急状态 和国家复苏计划相关的议程 另外 掌喜大臣丹斯里·塞斯里·塞丹尼尔也发文告说 马来统治者会议认为 即将在8月1日届满的全国紧急状态应该解除 而且没有必要延长 对此 巫统主席阿莫扎西和西蒙都给予正面的回应 西蒙三大巨头安华 林冠英和墨沙布今天联合发文告说 首相应该尊重国家元首的建议 立刻召开国会 否则首相就应该自我隐退 而结束紧急状态委员会主席卡丽莎默则表示 2021年紧急状态必须全立第14和第15条文 付全国家元首 如果首相拒绝召开国会 国家元首可以在没有首相的劝告之下 责定适当的日期来召开国会 而他希望是在7月就能开会 首相慕尤丁在过去的星期二 也就是在宣布国家复苏计划时说 如果疫情受到有效的控制 他将在9月或者是10月就召开国会 面对对立阵营的身影 国盟政府重量级人物阿兹米强调 政府不曾说过不召开国会 国家元首的预令符合政府的意愿 而事实上政府也一直都在计划 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召开国会 而且首相在前两天也是这样说的 国会下议院议长阿兹哈说 首相有权决定重开国会的日期 只要他认为有必要 因此国会只能等待指示 而首相办公室则在今天下午发文告表示 政府已经了解国家元首的看法 政府将会根据联邦宪法和国家法令 采取后续的行动 在槟城方面 槟州首席部长曹光有发文告说 州政府将向国家元首征求同意 以便马上召开州议会 让议员们辩论上述的课题 因为他们也同样影响了州政府的运作 来看疫情消息 负责协调冠病疫苗的部长凯里说 大马正在密切关注混合接种疫苗的方式 观察这种方法是否真的能够提高疫苗的效力 所谓的混合接种指的就是 第一剂打阿斯利康Azac疫苗 第二剂则是接种辉瑞疫苗 他说政府从德国收到的相关数据显示 这种混合接种法已经被证明 可以增强抗体并且对变种病毒更有效 无论如何 他说政府不会在没有获得更多数据支撑之前 就仓促做出决定 首相署经济事务部长穆斯达法说 冠病疫情已经重创人民的收入 60万户中等收入也就是M40群体的家庭 已经变成了低收入群体 而原本有290万户的B40低收入群体的家庭 则已经增加了20% 他说对此首相已经指示财政部长 就附加援助配套提出相关建议 追加对人民的经济援助 来看今天的确诊病例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大马有5738人感染了冠病 最多确诊的州属同样是雪兰儿 报1858宗 第二多的州属是森美兰1086宗 第三则是吉隆坡有640亿宗确诊 在北马方面 槟城的新增病例是97宗 连续两天维持在双位数 击打则是197宗 较昨天的228宗减少了31宗 而昨天有8宗新确诊的玻璃室 今天则报佳音没有新增病例 另外国内的传染激素也继续连续11天报喜 昨天录得0.93比前天的0.94略微下降 指数虽然是下降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终究还是减少了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对抗疫情 今天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